李敖有话说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我曾经跟大家谈过 我们古话说 闭门造居 关着门造车 后来从事实上演变成清朝人 关着门造轮船 造失败了 闭门造船 然后到了台湾 关着门造了好的东西 闭门造字 闭门造语言 闭门造文化 闭门造经济 闭门造拼音 闭门造历史 我曾经说过 现在台湾陈水扁 和他卵意下的教育部长 叫做杜正胜 那个混蛋 他们说 现在中学初一 开始教台湾史 初二教中国史 初三教世界史 所以 所谓中华民国建国 所谓孙中山 都分到 中国史的部分的 上古史了 台湾历史 没关系的 我讲起来 非常好玩 共产党 消灭了中华民国 可是呢 中华民国失去预期 在台湾 这个名字不去改 改了呢 就涉嫌搞台湾独立 所以呢 中华民国被消灭了 可是不许改名字 台湾呢 还是挂这个烂招牌 比较好 消灭了中华民国 这后一段 台湾正好相反 消灭了中华民国的前一段 就是 前面这个都不算 后面 在1945年才跟台湾有关系 1945年前的中华民国 跟台湾没有关系 你觉得好不好笑 一个消灭了后边 这个尾巴 一个消灭了前边 这个头 消灭了以后呢 还不严重 为什么呢 你关着门做皇上吧 关着门做皇帝 自己啊 关着门下岛 说中国史这部分 台湾分多少 中国分多少 现在台湾分多一点 中国历史分少一点 胡扯胡闹 都不算不了什么 可是现在麻烦了 对我一现眼啊 现到全世界去的 为什么 他不但造中国史 灭造中国史 灭造台湾史 还灭造了世界历史 现在出事了 就在11月10号 你看台湾的报纸 11月10号 台湾法律定位 争计编入教材 教法书了啊 台湾的教育部 大方案 跟日本的旧金山合约 和中日合约 列入啊 所谓中华民国95年 196 这个2006年 学年的高中历史 中华民国 依照开拙宣言取得的 台湾法律地位 这种说法取消了 换句话说呢 大家看 这个报纸头条新闻 旧金山合约 进入高中史 淡化了开拙宣言 这个什么人干呢 就是这个丑八怪 又丑又黑又笨的 陈水扁的 卵意下的教育部长 所谓教育部长 叫杜正胜 他们发明的这个理论 在11月10号的报上 大灯特灯 出来所谓的 就是啊 我们只承认呢 旧金山合约 不承认呢 开拙宣言 这个问题怎么回事呢 看到没有 并且报上 旧金山合约的法力 高于两个宣言 哪两个宣言呢 一个就是 开拙宣言 一个呢 就一个开拙宣言 一个就普斯坦宣言 一个开拙宣言 一个普斯坦宣言 啊 这话怎么说呢 就是 什么是旧金山合约 旧金山合约 是二次世界大战 摆小日本 日本鬼子 打扶了 怂了 投降了 投降还不行啊 你要跟我们办个手续啊 你才能慢慢恢复 变成正常的国家 就办的所谓 这个旧金山合约 在美国的旧金山地方 跟小日本啊 就添个订个合约 可订合约这一年呢 是1963年 1963年 订的这个合约 签字了 没有中国 为什么没有中国呢 因为当时所谓的中国 可以赶到台湾来了 赶到台湾来了 不称头啊 你这么小 你怎么代表中国呢 所以啊 又不能够 美国的导弹 不愿意 让小日本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 所以呢 这个跟小日本 所定的这个条约 叫旧金山合约啊 所谓的 中国这一部分 没有 没签字 没签字以后呢 美国人又逼着小日本 说你跟台湾的中华民国 单独签一个约 就是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这个说法里面 看到没有 就是旧金山合约以外 跟美国人这些 英国签的这个约以外 单独跟台湾签的一个约 叫中日合约 那小日本呢 视着眼啊 他说我们应该跟北京签呢 怎么会跟台北签呢 也不愿意签 美国人啊 就比他签 说你要跟这个 这个台湾签啊 并且呢 很有趣很有趣的一点 我给大家看这个资料啊 就是 这个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 这个生效日期啊 是1952啊 对不起 刚才我讲讲讲 没有没有讲错了啊 不是1963啊 1952啊 4月28啊 4月28 生效啊 然后呢 就逼着小日本 说你要跟台湾 也要签这个约 签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 中日合约 那签了什么东西呢 看到没有 也是 4月28 换句话说呢 你跟 是签署日期 就是说 你跟台湾签的 同一天签约以后 我才 让你这个 跟我 你跟台湾 国民 国民党 这个约签完以后 我美国 跟你小日本 签的约 才生效 都是4月28号 可是这一天呢 你要跟他签的约 我这个约 才生效 换句话说啊 你不跟签 不知道我意思签 我这个约也不生效 就 别的小日本啊 就跟 蒋介石的 所谓中华民国 就签了这个约 签了这个约 今天台湾的这些 讲 陈水扁的这些人 他们就想了鲜花样 说 我们只承认 旧金山合约 旧金山合约 怎么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里面啊 是说 日本人宣布啊 小日本宣布啊 说 台湾 澎湖 我放弃了 他说放弃了 可没说给谁 他只说 我不要了 我放弃了 我没说给谁 这个时候啊 就造成一个理论 什么理论呢 就是 台湾地位未定论 台湾的地位啊 没有确定 就是 当时台湾是属于谁的 我们跟他一个疑团 为什么要制造这个疑团 就是 美国人 在打主意 打什么主意啊 打这个台湾啊 不要落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里 就打这个主意 所以 就是 小日本一放弃的时候 他只说 我放弃了台湾和澎湖 没说给谁 造成这么个疑团 可是这个疑团呢 很早就发生了 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 当时 美国 在国民党 兵败山岛 逃到台湾来的时候 美国人 杜鲁门 美国总统杜鲁门 就发表一个谈话 这个谈话呢 我给大家 看看这个谈话 就这个谈话 看到没有 杜鲁门又谈到 美国的这个情况 台湾给打到台湾 国民党给打到台湾来以后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美国 在国民党 兵败山岛 逃到台湾来的时候 美国人 杜鲁门 美国总统杜鲁门 就发表一个谈话 这个谈话呢 我给大家 看看这个谈话 就这个谈话 看到没有 杜鲁门又谈到 美国的这个情况 台湾给打到台湾 国民党给打到台湾来以后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 美国的 杜鲁门总统啊 就发表 这个谈话 谈话 主要说什么东西呢 他说的 他说 谈到了 他说 这个台湾的朋友们 这个情况啊 本来是根据 1943年的 开罗宣言 看到没有啊 是一个联合的宣言 谁的联合宣言呢 他说是 有美国的总统 有英国的首相 和中国的统治者 就蒋介石 在埃及的开罗 有这么个宣言 这个你看到没有 然后 波斯坦又有个宣言 这里面呢 就跟着 开罗宣言 来的啊 这里面呢 就说得很清楚啊 是这么来的啊 可是啊 这个 发表这个 这个 谈话的 杜鲁门的发表 这个美国总统 发表这个说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是1950年 1月5号 发表这个 1950年 就是蒋介石 刚逃到台湾来 蒋介石1949年 跑年底啊 算是丢掉了 整个大陆 跑台湾来 然后 在同一年 1950年 6月27号 刚才我说过啊 刚才是 1月5号以后 现在呢 6月27号 美国正式发表了一个 叫做台湾中立化宣言 这里面说了一句话 杜鲁门讲啊 这篇文章呢 是台独分子翻译的 所以我才 有段话 你看到他们翻译的啊 他说 杜鲁门总统说 我也对台湾的中国政府 加个括号 是讲压政权 这个不是杜鲁门的原文 所以我说 这叫什么翻译 我写在这儿啊 我写的什么叫翻译 这台独分子翻译的啊 没关系 我们继续看啊 美国总统杜鲁门说 我就是他啊 也对台湾的中国政府啊 呼吁停止 向中国本土 所有的海陆空的作战行动啊 不许忘回答 因为你们已经赶到台湾来了 杜鲁门说 台湾将来的地位 必须等 等到太平洋的安全回复 也就是说 即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之后 跟日本签条约以后 看到没有啊 才能确定 换句话说呢 1950年6月27号 美国总统杜鲁门忽然发表这么一个谈话 就是说 要等跟日本人合约签了以后 才发生台湾的地位 到底是属于谁的问题 干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这样做 是为了美国要保护台湾 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抢走 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有过打台湾的时候 是内政的问题 美国你怎么可以干涉我呢 你怎么可以保护台湾呢 他是我的一个省啊 他是我的一个叛乱的省啊 老公们要打他的时候 你这个洋鬼子 你怎么可以干涉呢 当美国人说 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的时候 美国人 为所谓太平洋的和平 他派军队来保护台湾 才有根据啊 才可以说的过去啊 如果台湾地位确定了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灭了中华民国的 和他的台湾的时候 是内战呢 是内政问题啊 你美国人怎么能够插手呢 所以美国为了插手 才宣布说 要等到台湾将来地位 必须等到太平洋的安全的回复 就是对跟日本人 和平条约成立之后 才能确定 确定什么 确定台湾的地位 这下子 签了旧金山合约以后 是不是确定了 确定了 跟日本人确定了 对吧 日本人宣布 我放弃了台湾澎湖 那没说给谁啊 没关系 要跟台湾签了一个约 就中日合约 等于我们看到整个的过门啊 就知道的很清楚了 为什么刚才我谈到杜鲁文在1950年1月间谈到了开罗宣言呢 大家看当时的开罗宣言怎么说的 开罗宣言 这是台独分子翻译的 翻译成开罗声明 声明也好 宣言也罢 你看怎么说 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 例如满洲 东北四省 台湾 澎湖群岛等 归还中华民国 那个英文原文呢 归还用的是Restore Restore英文里面就是还给你 为什么还给我 原来是我的才还给我嘛 原来不是我的你会还给我吗 原来是我的 你要还给我 对不对 好了 台湾澎湖要还给我 还包括中国的东北都要还出来 这是开罗宣言 然后呢 又来了一个叫波斯坦宣言 就我们说波斯坦的宣言 波斯坦宣言 开罗宣言呢 是1943年 12月1号 两年以后 1945年7月26号 有波斯坦宣言 最主要大家看啊 是第八条 看到没有啊 第八条说 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之条款 必将实施 就是用波斯坦宣言来包扩了开罗宣言 要实施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 你当年日本人怎么投降呢 日本的投降 我们现在看这个约 看到没有啊 金山合约 什么叫金山合约 就是日本人 就金山合约 日本人跟美国的这个像 合约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啊 金山合约 看到没有啊 第二条 以下 日本放弃其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之一切权利 权利 名义 也放弃 要求 也放弃 换句话呀 放弃的 没说给谁 可是 在金山合约里面 放弃了 现在我们在看杜鲁门那个声明稿 都可以要等到跟日本人签约以后 台湾地位才确定 现在第一步确定了 日本人放弃了 不是日本的了 对不对 好 金山合约以后 旧金山合约以后 同一天 要跟台湾签了约 美国比日本人签约 看到没有啊 就是签了约以后 怎么签呢 我们可以看到 跟台湾签约里面 又说得很清楚 他说 日本人对台湾 澎湖 都 放弃 可是因为跟台湾签的 所以又有细部的规定 看得出来 就是 放弃了给谁呢 他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台湾澎湖 换句话说呢 放弃了给台湾的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看条约 大家看条约 日本人依照金山合约 就金山合约签订 对日本的条约金山合约 第二条 日本国 业已放弃 对于台湾之 台湾及澎湖 以及南沙群岛 及西沙群岛 之一切权利 换句话说 日本人跟蒋介石的 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签的时候 又多加了 这么几个字 多加了南沙群岛 跟西沙群岛 在旧金山合约里面 还没有这两个群岛 现在又加上去了 看到没有 放弃了这个权力名义 要求 所以日本人就说得很清楚 看到没有 你看 就放弃了 放弃了 换句话说 1952年 日本人就放弃了 因为日本人放弃了 所以当日本人 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的时候 就不谈台湾澎湖了 为什么不谈 人家说 为什么不再谈呢 不是你的了 你还放弃什么 你在旧金山合约里面 1952年就放弃了台湾和澎湖 同一年 你跟台湾的签订的中日合约条约里面 又放弃了台湾与澎湖 还包括南沙和西沙的群岛 因为你放弃了 所以你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新签约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放弃了 不是你的了 你就不能再放弃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的这个约里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友好条约里面 我们看不到日本人放弃台湾和澎湖 换句话说呢 1978年 注意到 1952跟台湾签的约 1978年 把台湾这个 抛弃 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的时候 换句话说呢 这是已经是二十六年以后了 二十六年以后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的时候 日本人就不再谈台湾澎湖了 可是呢 在一个联合声明里面 有这么几样话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这些立场 并坚持 遵循普斯坦公号第八条的立场 普斯坦公公号第八条叫什么 开罗宣言必须实施 又胡叫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怎么说 开罗宣言说 台湾 中华民国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完了 在文化国里面也被继承 所以台湾现在在哪里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里 总共的这个逻辑关系 息息相扣 在李奥的节目里面 很清楚的向大家表示出来 今天台湾说台湾地位未定 怎么未定啊 日本人乖乖的说 台湾澎湖给了中华民国 现在转手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怎么没定啊 台湾的地位早就确定了 台湾说 台湾说没有确定 是公然灭造了世界的历史 在全世界的历史面前 丢人献严 真是太可恶了 还有那一天 台湾说粮 准确定 是我要有什么